记者欧宿美台中报道,台湾十大名宅之首摘星山庄举办相遇百年将军府邸的城乡生活展,展出知名书法家许宇明山的天乡传幕报,红扁两岸三地的李文武大师陈雕作品,并以情境复原的手法与古董家具搭配展示,带领民众穿越古今,一窥百年秦王宫贵族府邸里的奢华品味, 假日并邀请乡医师举办品城乡等活动,让参观民众亲身品味难得的将军邸城乡生活。 市定古今摘星山庄目前由文化局委托大气内运文创艺术公司营运大气内运争取文化部补助,举办相遇百年将军府邸的城乡生活展,将珍贵城乡带入古今。 摘星山庄馆长黄信章表示,城乡树干因碰撞、雷劈、细菌感染或虫乙丁咬等会分泌结香,称为香结,也就是所谓的城乡。 一颗城乡树续生长四十年以上才可能结香,且结香率仅百分之九。 天然城乡因十分稀贵,而有一两黄金一两城的说法,加上城乡密度大,城与水,所以又称为水城乡。 自旱代开始,宫金贵族或文人雅士等即将城乡运用在宗教、神殿、心灵等方面。 这次展出出有知名书法家许名山的天香传墨报,还有李文武的称雕,即用城乡木结相处的枝干凝之产生的深浅色泽雕漏作品, 每间接价值不菲,搭配古董家具等展出作品总价高达六千五百万。 黄庆章说,中国有关城乡的传说很多,未展出增添美丽故事,例如相传关羽遭孙权战杀后,孙权将其首级赠予曹操。 曹操痛心失财,遂以城乡木作为关公躯体,以诸侯之礼大葬于洛阳。 此后,城乡更被誉为忠勇神器,穿诸百世而不朽。 洛阳齐兰记则记述,非天卫佛与思悦之神,以城乡为识,又称为乡神。 宋朝苏东坡因任官时遭到树变树海,但他不改其志,曾以城乡山子赴,叙述赠送城乡山子给胞弟苏彻。 兄弟护眠品城乡老晚节,展现君子的气节。 末日,宋朝苏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